大家好 我是來自 勞動條件科 畢信羅 今天用一點時間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跟各位都切成相關的個人的權益部分 當然不外乎就是錢嘛 大家比較在意這個我們的薪資 甚至是後續的資遣費等等的相關的權益 那今天用這些時間跟大家說明 都是法規的最低的標準 讓大家可以先明白自己可以 主張的數額有多少 大家先有個比 那我這邊大家看到投影片上面有幾個基本權益 第一個是工資嘛 每個月的薪水 在約定工資幾步是應該付多少 就是那個薪資的部分 大家可以明白 再來就是特別休假 勞工的年資到了買一定的期間 繼續工作就會有特別休假的日數 那要是沒有休完的話 折算工資的部分 稍後跟大家再說明 另外資遣費 甚至退休 以及音樂資遣而延伸的預告期 預告期 預告工資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從特休開始 因為大家在此期間 目前還沒有確定終止日的話 其實大家隨在此期間 其實都會有特別休假 大家看一下這個天數 可以對應出大家目前的工作年資 可以對應到日數 如果你是滿了一個新的年度 因為公司或是你到時日來算的話 你如果這個月滿下個月又滿了新的一個年度 你會有新的特休的天數產生 所以大家可以先對照一下 要是之前還沒有休完的 看看大家算一下自己剩下幾天 以及如果是在這段期間 又滿足一個新的年度的話 那也有相對應的天數 那了解天數之後 折算工資有兩種嘛 一個是年度終結跟契約終止 那我們今天在談就是 以契約終止來講 契約終止的時候 以大家一天的薪水去乘以相對應的日數 其實這個一天的薪水 就用大家約定的工資來看就可以了 我工資又是三萬六 而不包含加班 就是以約定的正常工時的工資來算 一天該領到多少錢 就是一天工資 再剩餘的特休衛修的日數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特別休假的 到最後還有多少的工資 可以在一個過主做的主張 這個是七個終止的部分 那如果各位有年度終結 那到時可能是7月6月8月9月 剛好我年度到了 那這個年度終結的特休要折算 要是沒修完的話 這個折算方式是一樣的 只是你如果是年度終結的特休折算 可以先去計算一個比例 放在你的平均工資裡面 其實差別在這邊 那講到平均工資 為什麼它的定義有重要呢 因為這跟資遣費的算法有關係啊 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試算系統 大家這一頁有提到啦 大家可以從這邊先 不管掃或是你直接Google搜尋 資遣費試算都可以到剛剛那個畫面 那這勞動部建制的一個資遣費的一個 試算的網頁 我先帶著大家一步一步看一下 大家其實可以同步一起做 或者是回去再細算一下 那到了這個網頁開始 收復日期 看大家什麼時候 第一天在公司上班 我確定你可以去列你的勞保的 一家保的日期 可以大家從這邊可以先了解 我的第一天在公司上班的日期 那終止是大家可以先去抓一個預計的時間 那再來是行業別 就可以先選資料業 這邊就可以下拉一個選單 這邊第三個就是平均工資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大家一般先用六個月的薪資去除以六 那這個薪資是包含加班費啦 我們知道這個計算上面 大家可以先抓一下 大概是多少的數額 那剛剛一開始有提到那個特別休假啦 如果你是年度終結 折算的話 你看多少的期間有跨到一個六個月 可以抓一個比例出來 這個大家可以先去做試算 把你的平均工資填在這個空格裡 接下來再試過轉行制 那因為公司其實 員工人數很多 大家到是不是起不一定 那不知道每個 大家知不知道自己是 就是適用勞退行制或救治 如果各位是在94年7月1號以後 要進公司的話 就是一律都是適用勞退行制 所以你是94年7月1號之後 進公司的朋友 你就這邊就否啊 就全部年資適用行制 所以94年7月1號以後的朋友 就比較單純 那如果你是6月3次以前 就在公司服務的朋友 就是要把你有救治年資 那就看你是當時是選擇 心智實施的時候 可以選擇嘛 個人選擇是全部是用救治 就是否 全部年資是用救治 那如果在心智實施之後 你有選擇心智 你這邊再勾示 然後再把你選擇心智的時間填上去 我不確定公司作業的流程 可能大家都是7月1日就一起選的 或者是你在94年95年96 總之在99年以前 你在這個期間你選了心智的話 你這邊就填上 你實際上選擇心智的時間 以上這個資訊填好之後 其實按計算資檢費 這邊就空白沒關係 這邊就會出來結果 這就是大家資檢費的一個 計算的方式 那這樣按這個系統是 可以把你算到小數點啦 那分數可以算得很細 但是大家基本上可以先跟各位說明 其實如果我剛剛提到 你是心智的朋友的話 你的一年的年資 大約就是折算你0.5個月的心智啊 大概這樣子計算 一年折成0.5個月 如果你是心智的話 那救治年資的話 就一年折成一個月 我大概算叫我一年就是一個月的心智 那心智就是一年0.5個月 上限是6個月 這都是勞基法以及勞 勞工退休金條例的最低的標準 那這邊是提到預告工資 那如果大家那個公司的這個資檢時間 沒有給大家一個預告期間的話 因應年資有一個預告的期間 我看在座大家如果年資長應該都是要30天前預告 要是這邊沒有達成這個20天預告的話 一樣延伸預告工資 預告工資就是樣用的 平均工資一天的 然後再看層上的預告日 如果是30天 就是等於是 有點像是在加發一個月薪水的意思啊 這是預告工資 那有預告期 就不會 就不需要幾部預告工資啊 所以是看每公司 看公司這邊的方式是 提前說代表預告期 那我們就是主張是資檢費的部分 那如果是沒有通知這個預告期的話 就要依法給付預告工資 這是資檢的部分 那要是在公司結束之前的時候 在座郵包公朋友 是符合退休的條件的時候 那就不是照這個資檢費的算法 那就一定要給付退休期 那我們退休的條件 其實是工作滿15年年齡滿55歲 或者是你工作10年年齡60歲 又或是連續就在公司 同一個部署工作25年 這樣是退休的條件 自勤退休的條件 當公司要資錢你的時候 其實你符合自勤退休的條件 當下你可以主張的是退休金 退休金 那算法當然是比之前費不一樣 它一年是兩個基數嘛 前15年 第16年開始是一年一個基數 所以算法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先 首先先了解自己的權益 最低的一些基本保障 在哪裡 那後續有相關的一些資源 跟我們提供的一些協助 可以幫助大家 那以上 好多條件課的說明 謝謝